仁安乡公所日前 在亲近国民宾馆前 举行庆祝父亲节 即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今年有15位模范父亲 在家人的陪同之下 接受乡长吴文忠的表扬 场面温馨隆重 仁安乡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在原住民歌舞表演下热闹展开 信仰林明珍特别前往祝贺 并表示 这些模范父亲非常优秀 值得恭喜 也祝福天下所有父亲 父亲节快乐 仁安乡公所 有乡长特地在我们清净农场 集办庆祝父亲节 表扬15位的模范父亲 这15位模范父亲 都是表现非常的优异 被他们推起为模范父亲 县长在这边恭喜15位 同时县长也在这边祝福 我们南投县所有当爸爸们 祝你们父亲节快乐 仁安乡长吴文忠 出了功课15位受奖表扬的模范父亲 并祝福全乡为人父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并指出 8月8号是个感恩的日志 请勉大家要感谢父亲 无私的奉献 并对父亲表达忠心的感谢与祝福 我们今年的不管是模范母亲 以及父亲的表扬 那我们都是先给我们的受表扬者 先入住一晚 让他们能够来享受一下 我们人爱乡亲近优质的民宿 过天才来接受表扬 那这是我们以往都是没有做到的 那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受表扬的长者 都能够过一天美好的父亲节 模范父亲的子女 也在台上对父亲 为家庭付出无私的爱 表达感恩与祝福 把这个家里维持得那么好 那我 在此 真的很谢谢你 我们也很爱你 爸爸 父亲节快乐 可是我们一直会陪着我们的父亲 那个阿公 谢谢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你帮我们养育的那么大 谢谢 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一位默默付出 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 希望所有子女 对父亲在家的每一天 都要孝顺父亲 让杨帅的尊相力量下 更温馨 更美好 据者商心服 仁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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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